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这是马总统任内第11次出访 首次在波士顿过境 并以总统身份回到母校哈佛大学 正在哈佛担任访问学者 以前行政院长张一华在场迎接 陪同总统成功当年念书情景 马总统11号下午在母校发表演讲 被视为此型的重头戏 李秀莲副总统他以前在这边念书 也在这边讲过 所以是痛苦的回忆还是美好的回忆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 肯定马总统顺利过境及访问母校 显见台美关系正面发展 马总统预计在波士顿停留一晚 随即前往友邦进行国事访问 捧固邦誼并验证活路外交成果 回程将过境洛杉矶 预定18号搬抵台湾 展望 速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